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 投資虛擬貨幣也越來越流行 想要了解區塊鏈市場避免受騙 就要吸收更多正確的理財觀念 今天在台北市師大國際會議廳 就舉辦了一場研討會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有人說虛擬貨幣就像網路科技 一定是未來金融投資的趨勢 但是資金的運用最好能避開不當的投資跟風險 最近台灣就有一群研究 現代財經理財的年輕人 成立一個非業讀書會 除了彼此交換心得分析行情之外 也經常在台灣各地舉辦投資理財研討會 希望能正確的引導商機創造利潤 希望透過老師的課呢 可以讓大家明白說 原來在金融市場套利是這麼的簡單 而且可以把本金挖自己手上 操資在籍 盈虧自負 不用再把本金跟金錢交給任何的 不認識的人然後莫名其妙的虧掉 然後自己可以在金融市場 一天獲利30%都是非常基本的 2020年7月12號下午1點半 非業讀書會還特別聘請專業獎師 Alex 劉場霖 特別在師大國際會議廳 舉辦這一場研討交流會 針對目前台灣加密貨幣市場的疑惑 投資 詐騙行為 國內外市場分析跟操作 進行一場幽默風趣 又內容精彩的演講 希望能幫助更多對區塊鏈 虛擬貨幣市場有興趣的民眾 掌握一個原則就是 錢要在自己手上 當自己掌握自己的錢 自己操盤的時候 獲利是最實在的 也不會被別人詐騙 那以我個人為例 我在去年投資以太幣 我光是透過現貨的買低賣高的方式 我資產就翻了12倍了 在今天的演講課程當中 講師Alex劉場林教導學生 如何學會自我實際操作 不用冒風險讓別人替自己 執行投資理財 讓道場聆聽的學員們 都感到收獲相當多 Alex的課他其實是 他可以從一開始 甚至是零基礎的人 都可以從新手的角度 去了解每個技術分析的型態 所以我覺得說他怎樣 他完整的這個型態教學過程 就是對於我們新手來做判斷來說 幫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Alex老師教過我們很多的技術分析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些分析來確定 哪個價位是低的 哪個價位是高的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子就可以 比較輕鬆的去低買高買 不會被套足 對就是我特別從高雄 我是來自高雄的學員 我17歲 對為了北上來學Alice的課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投資 因為錢可以讓你 就是我們身為一個投資者 你需要的就是錢 用錢來去賺錢的意思 就是因為虛擬貨幣市場 越來越夯 區塊鏈已經成為主流趨勢 非夜讀書會一下子 就在台灣北中南東各地 吸引超過300多人加入 年輕漂亮又充滿 智慧跟熱情的創辦人說 非夜讀書會不賣虛擬貨幣 只是結合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 希望能在後疫情的不景氣時代 再次發揮網路科技的雲端力量 替自己也替台灣創造更多的商機跟利多 記者陳文旭李嘉金台北報導